哈囉大家好我是Pieter分 好久不見啦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呢在玩過印第跟瓦特之後呢 我們就來講一下我目前的感想 那要知道這是我個人的感想啦 對於每個人的想法可能不同 那我就來講一下對於這兩隻使用的心得 首先啦可以直接看懶人包就好 因為我基本上夾的都是一樣 只不過多一些補充 好首先呢是我們的印第這隻角色 他挖到的寶物會超級爽 前提是要好寶物 但是呢也讓你挖的到才行 那你說他升到第六等有用嗎 老實說完全沒用 魔力技能所需減少30% 誰需要這個減少啊 因為大家都會放貓咪 就算不會放貓咪 反正放在場上差這30%也沒有多少 重點是我需要挖到好寶物才行 我覺得這一隻呢真的是欠改版 雖然說他真的是LD最強的輔助 但是有點糟糕 然後再來呢是我們的瓦特 剛忘記講完那個印第的部分呢 那你說你就升到12級就好了啦 可是12級要知道 他只是不會挖到比較低階的寶物 我今天呢挖到稀有 他不會挖到一般 我今天挖到英雄 他不會挖到那個稀有 我今天挖到傳說 他才不會挖到英雄 但是呢 我們上一支影片裡面就有提到了 如果你今天是同一個數字的 同一個品階的話呢 那個數字是會不一樣的 所以呢他有可能在那個數字上面 不斷的去亂跳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改版啦 從12等的能力改到6等 然後呢在12等的能力呢變成說 他只會往上升不會往下降 等於是我最少最少只要挖4次就可以了 這個優勢跟劣勢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好那再來呢是瓦特的部分啦 瓦特的話呢 他的累積後傷害真的會高到一個不可思議 但是呢唯一的缺陷就是 他需要手動才能夠開啟 當你今天都已經那麼複雜的情況下 你還要手動才能夠開啟他的技能 基本上呢就不是那麼的實際 我個人是希望他可以多一個 自動釋放模式 或是累積到多少他會自動釋放的 兩種模式的開關會比較好啦 雖然說這樣子可能會犧牲掉他的那個 每一點能量可以變更攻擊力增加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 總體而言他的傷害本身應該就已經很高了 才對吧 好啦這個東西我覺得也需要改版一下 但是但是這一切都只是我六等的小發言 因為呢我自己看過有人十二等的爸爸 他們都說總體而言還算可以 但是呢前提是那已經到十二等了 可以看一下右邊的神話升級表 直到十二等了老實說也沒有到那麼多啦 你只要抽到三次 欸四次十倍就可以有一隻十二等了 但是要知道這個機率有多低啦 對啊所以我個人會建議啦 如果你今天是中小課 欸沒有那麼多原石的話 欸沒有那麼多鑽石的話呢 買個三千鑽一等來玩就好了 那你說這個東西上六等有差嗎 我覺得也沒有差太多啦 你今天一等的時候呢 在普通就可以毀天滅地了 但是你今天六等的時候呢 再困難也不會怎麼樣 欸因為我覺得那個吸收能量的差距 實在是有一點大 這邊的能量不單單只是能量而已 還更新到他的傷害有關 而且就算你今天有這個 你前期也要熬過才可以 不然的話就是你前期就要去吃飯 反正到時候如果我有機會升到十二等的話 再來玩給大家看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資源 或是你資源有限的話 我會建議啦 就終究還是藍絲 法貓跟青蛙 這三隻呢 才是困難有實質上幫助的角色 而其他角色目前對於十二等而言 當然也說有幫助 但是我覺得幫助沒有這三隻角色來的大 那如果你資源夠的話 那剩下的 你把這三隻投到十二之後 你要拿一隻十二 基本上已經沒有關係了 對 因為目前為止呢 以難度而言就已經足夠了 你現在玩誰算是自由 除非你就要等下一次的更新再去做抉擇 好了 那我們就來分別講一下 我們的優勢跟劣勢啦 首先呢 其實他們的優勢都蠻簡單的 就是硬帝的優勢 他的寶物呢 數值會高到一個誇張 而且呢 基本上是全LD最高的 甚至你挖到更好的呢 會有攻擊加30 攻速加30 回魔加30 那如果你單純要回魔的話呢 還有機會弄出回魔加845的 一隻硬帝呢 可能會比兩隻法貓的這個能力 還要來得像很多 但是呢 要知道法貓只需要一隻鳥 就可以叫出來了 但是我的硬帝呢 還需要一個治安關 才可以把他給叫出來 那有治安關的情況下 那我是不是不如叫蘭斯洛特 幫忙打會比較好呢 所以總體而言呢 除了他的搖屁股很可愛 跟他的樹脂很可愛的優點以外 我個人覺得好像找不到他的優勢了 一來是呢 是非常難挖到好樹脂 個人玩過幾隻 就算在普通啦 我今天在那邊亂走亂走 要挖到好樹脂的能力也是偏難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我沒有12等的關係 然後呢還有一個最嚴重的樹問題就是 他會超級亂打斷你的排版 我個人覺得這邊可以調整一下 就是我今天他發現寶物的時候呢 場上就會出現兩個點 三個點甚至四個點 絕對會有寶物的地方 我們再去挖掘就好了 不然的話呢 我們每一次都要把版面弄亂 我覺得以困難而言就會有一點危險 在未來的話呢 可能會再更加的嚴重 如果未來的難度再更高的話 好那再來呢12等 雖然說他說不會挖掘出 比現在很低階的寶物 但是呢 他的同品級的數值也會亂掉 而且那個數據也差很多 而且你說那我挖到紫色也很好啦 其實如果你紫色的強度 那我不如多召喚兩隻貓咪 我覺得啦我兩隻貓咪我就有80點回眸了 那我今天召喚出紫色 我還要挖的鑰匙藥 我還要打亂排版才可以弄出來 我個人覺得不是那麼的適合 除非那一局已經是非常穩定的局勢了 可能我已經有一藍絲二大王了 那基本上那我硬帝在那邊默默的亂玩 那就是沒有任何問題 還有最大的問題啦 就是剛剛講過的 就是他跟藍絲是同一個傳說 所以呢 在困難的情況下呢 通常啦 假設你今天不是拍片 或不是要特意做什麼事情的話 出一隻藍絲一定才會有機會把烏龜出出來 不然的話呢 你先出烏龜場上沒有藍絲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本末導致啦 因為畢竟硬帝他的傷害老實說真的沒有很高 對 好那再來呢是我們的瓦特啦 瓦特的話呢 他的優勢不用講了 就是他的累積起來的傷害呢 會超高 我目前看到的呢 就已經有來到9000多萬了 看到9000多萬的話呢 基本上破億是一定的 但是呢 這個東西他不是像球棒一樣 球棒的話呢 我們只要強化上去就好 他就可以打全場 雖然要花上一些錢 但是我覺得還算能接受 但是呢這個累積的速度呢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點的不夠 主要還是因為他要手動開啟 不然的話就是手動開啟 然後傷害高一些 不然的話就是累積的速度可以再多一些 可是我覺得終究還是手動開啟 因為他真的已經太忙太忙了 對 要累積才能有傷害 然後呢需要手動開啟 會導致我覺得這一隻的實用程度 可能沒有那麼的高 雖然啦第三點就是 他在困難呢 其實是可以看到有傷害的 我自己玩下去是沒有啦 可是那時候呢 一來我沒有升級 我的弓水沒有頂上去 我也還沒有12等 但是呢這些東西 那我不如還是把資源丟到藍絲 丟到大王 丟到法貓 來的方便 不是說這兩隻角色不強 而是這兩隻角色比較麻煩 所以反而變成不建議去升級 的一個方式去看 除非未來可以讓他們的方便性 舒服再一點點 我覺得就算能用了 對他們現在難度我覺得還算偏高 那如果假設這兩隻 真的硬要選一隻上12的話呢 因為你看到我現在有945個 神話石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7到12等呢 也只需要940顆 剛好可以一隻假設以不課金的情況下 我選擇 我應該會選擇硬地 因為硬地他挖寶物 至少啦 我只要能夠出一隻藍絲之後呢 我就可以瘋狂的出硬地 但是呢如果今天出上瓦特的話呢 我今天用上了暴風這個傳說 我會寧願出那個扣地 在困難模式下 因為在出到這一隻之前 我通常也已經出上了藍絲 又或者呢 欸我今天就算出這一隻好了 我今天什麼都沒有 我出瓦特 瓦特的傷害也不夠力 除非我要等他有一點能量就放技能 一點能量就放技能 我覺得才能夠稍微扛得住 那這時候的話 我會選擇不如出扣地還會來得好 所以總體而言 如果這兩隻真的要選一隻 我應該會選的是硬地 那如果整體而言呢 真的要選的話呢 絕對是法貓 青蛙 跟藍絲諾特 那如果法貓 青蛙 藍絲諾特 那三隻的順序你要怎麼選呢 其實沒差 你喜歡選誰 都OK 有人就喜歡賭博 就玩青蛙 有人呢就是喜歡輔助 就去玩法貓 因為這隻算是普通跟困難都能夠挽用 我個人就還是喜歡 有一點點的輸出感覺 我個人選擇藍絲 但是呢 我終究也是把這三隻 都給他升到12級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的 硬地跟瓦特這兩隻的開箱啦 高級玩具 高級玩具 如果你今天是爸爸 兩隻都升到12級的話 都還是可以有他的用武之地 但如果你是中小課 就滿意的來玩就好了 我是PFW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3 2 1 掰掰 5 1 5 1 5 1 6 1 2 4